所以除了將鼓勵成長當作是一個參考指標外 另外殖利率有沒有符合自己所預期的 也很重要喔 一般來說啊 殖利率我不會要求太高 什麼一定要5%以上啊 因為我更喜歡有賺到股價的感覺 所以我會選擇3到5% 或2到5%我都覺得還OK 持續的穩穩配期的公司我都覺得很棒 所以啊 我們也整理了 現金鼓勵連續增加5年 和連續10年都配發現金鼓勵的公司 給大家做參考喔 前陣子啊 烏二戰爭 通膨 石油上漲 讓很多公司的股價修正不少 接下來又到了七八月的儲權期忘記 應該有一些超前部署的新規派們啊 開始在想說 現在有哪些公司啊 已經開始公佈儲權期的消息了吧 你有開始在尋找高配期的公司嗎 這個部分的話 沒有 但我知道航運三雄中啊 陽明很大方的配出了 二十塊錢的現金鼓勵 以當天收盤價一百二十七塊來說 殖利率高達十五點七% 我覺得這個 趴說應該是他們歷史上最驚人的一次 常常我們在股市下跌的時候 多數的財經專家都會說要選擇高配期的公司 這樣才能持續的保持自己好的投資報酬率 但是啊這之中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難道高股息不好嗎 就像是這一次啊 燦興網榮登第一名殖利率有17.3% 陽明排名第二 而黃翔建設排名第三 殖利率也高達13.9% 代表去年航運跟不動產其實都是相當不錯的喔 對啊 但是回顧這些公司啊 不一定年年都有配這麼高的股力喔 之前我們就有提過 這些股力啊 需要在除全息以後 股價有真正的填息 才算是拿到公司多發的錢喔 因為除息日當天的股價 其實已經扣除了發給大家的鼓勵 做過除息的調整了 同時啊 也就等於 大家的買進成本會下降 這就像是 自己先拿自己的錢配息給自己 未來還是需要等到股價上漲到填息 才算是真正拿到公司配給你的錢錢喔 最怕的就是啊 拿著股息還倒貼假差 沒有漲的股價就像逝去的青春一樣 股力配的高啊 常常容易發生兩個情況 一個是啊 公司沒有更好的發展了 或是開發的項目 所以把錢全部回饋給股東 第二是 公司今年突然賺很多錢 所以用高股息啊 吸引大家繼續投資公司的股價 聽起來也還不錯 差異就在於新貴派們喜歡 零股息還是喜歡賺價差 但我是覺得啊 只要有填息就很OK 不過最好是連股價一起賺啊 那你就不能只找高股息的公司啊 還要找 鼓勵成長股的公司 不會啊 突然鼓勵大暴增 也不會突然減少 鼓勵有一定程度的年年成長 甚至是維持 這樣子啊 股價也會因為鼓勵的增加 而持續上漲喔 像是啊 台積電 中租KY 鮑雅 日友等等 不論是電子業啊 中租產業還是金融業 都有鼓勵不斷上漲的公司喔 長期的鼓勵成長啊 代表公司具有成長性 也不怕啊 沒有填息成功 自己配息給自己的風險喔 安全又保障自己的投資 分散產業選擇 鼓勵不斷成長的股票 會更優於只有單純高配息的公司喔 像是以台積電為例啊 它就會擔心一下子除全息太多 股價很難快速填息 所以它也是 第一個展開每一季 唯一一個單位除息的公司 現在台積電除息 很容易就能快速填息 這樣不僅啊 可以帶動股價持續多頭 還可以讓台股的整體指數啊 還有許多包含台積電的ETF啊 都可以持續的上漲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中租KY啊 我其實跟他們蠻熟的 他們在搭火車之後 拿著票根啊 再去租車都還有一些優惠 我記得他們車款都是以 Toyota為主 我以為你都開特斯拉欸 還沒還沒 錢還在存啊 中租去年配息是5塊錢 但以股價230塊來說 殖利率是2.17% 並不算太高 所以除了將股力成長 當作是一個參考指標外 另外殖利率有沒有符合自己所預期的 也很重要喔 一般來說啊 殖利率我不會要求太高 什麼一定要5%以上啊 因為我更喜歡有賺到股價的感覺 所以我會選擇3到5% 或2到5%我都覺得還OK 持續的穩穩配息的公司 我都覺得很棒 所以啊我們也整理了 現金股力連續增加5年 和連續10年都配發現金股力的公司 給大家做參考喔 另外公司去年有沒有填息 也是很重要的指標 總不能拿到的利息 卻缺失了本金 影響失大就太不划算了 我寧願有捨有得 鼓勵先不要拿太多 讓公司啊有發展性 讓公司把賺來的錢 拿去繼續的投資自己本身 這樣的想法啊不怕吃虧還能占便宜 有股息零啊又有價差可以賺 真的很划算 是啊 而且我仔細的挑選 把近5年的EPS平均成長率 股價漲跌幅跟2021年EPS也考慮進來 篩出了23間 其實啊其中還是會包含到 股價不斷衰退的公司 但是只要把資金再分散到三大產業 或是三到五間公司做投資 基本上就是幫自己打造一檔 高股息成長股的ETF呢 我覺得這檔ETF如果有發行的話一定會熱賣 而且我一定會跟你買 除了台股外啊其實還有美股 美股雖然不是以高配息文明 甚至巴菲特都從來不配息 但也還是有不斷配息 而且鼓勵成長的公司喔 想了解更多的鼓勵成長股嗎 大家會不會想要敲碗知道美股 配息成長股的標的呢歡迎底下留言喔 最後請訂閱按讚加分享開啟你的小鈴鐺 並追蹤我們的IG跟Podcast喔 那我們一起來開統合會吧 這樣的想法啊不怕吃虧還能賺便宜 賺便宜 好要用賺的 這樣的想法啊不怕吃虧還能賺 賺便宜 喔還有賺便宜喔 之前就是不怕滑雪了 之前就是不怕滑雪了 自己耳朵整個紅了 好 咳咳咳